相信喜欢胡歌的人都知道,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传闻,趁胡歌和薛嘉宁在一起,这件事情一直以来胡歌就没有任何的解释,甚至记者问他的时候,他也只是说什么只是朋友而已。 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,最近小编看到了一段薛嘉宁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记者就追问了他这个问题,当时薛嘉宁就解释了这个事情呢,在薛嘉宁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有位记者就问他,网上有传闻称,你和胡歌秘密结婚了,这是真的吗? 而薛嘉宁对于这个问题,邪招眼睛一脸前气的样子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,说网上说的东西都多了,你都相信吗? 而这时候,另外一个女记者又好奇地问薛嘉宁,那么你跟胡歌有可能在一起吗? 而对于这个问题,薛嘉宁直言说我们会一直都是好朋友,然后轻轻地微笑了起来。 而这时候,刚才那个记者又问,那你知道胡歌现在的感情状态吗?薛嘉宁不假思索地就回答,他说这个你可以问的,没想到这个记者接着说,好朋友肯定互相了解的,他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了女朋友,没想到这个记者真聪明,利用了薛嘉宁的话了。 这时候,薛嘉宁只好回答,说,据他所知是单身吧,这时候,刚才问他问题的那个女记者,又问薛嘉宁,那你会喜欢他吗? 而对于这个问题,薛嘉宁直言回答道,大家都挺喜欢他的吧,你喜欢吗? 而这时候,记者又说,我们喜欢是粉丝的喜欢,你的喜欢就是,还没等这个记者回答,薛嘉宁抢答道,我带有粉丝的,带有朋友的,都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